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乔夫和雪女相爱的故事 怪谈之雪女 小乔夫和老乔夫一起外出砍柴 从森林归来时遇上了暴雪 远处的天边一只眼睛正在注视着他们 但两人并没有察觉 最后,两人因风雪太大不得不起柴而逃 风雪过后,小乔夫从雪地中爬起来 却没有看见老乔夫的身影 他慌张地在雪地里奔跑着 在一面红旗的指引下 找到了躺在河边的老乔夫 这时又刮起了风雪 他将老乔夫扶到一旁的小屋子里 谁知门却自己开了 小乔夫用木头勉强抵住了门 然后他便累得睡了过去 等风雪再次停下的时候 小屋里出现了一个女人 这个人就是雪女 雪女吸光了老乔夫的精气 随后老乔夫变成了冰块 这一幕被醒过来的小乔夫看见 雪女本来想将小乔夫也咔嚓掉 但念在他年轻帅气的份上 放了他一马 不过要他保证不将今天的事说出去 不然就咔嚓掉他 随后雪女便离开了小屋 之后小乔夫也因惊吓过度 久病不起 就像冰块一样 硬邦邦的不再说话 直到一年后才康复 康复后小乔夫依旧上山砍柴 这天他在砍完柴下山时 遇见了一个女人 女人说自己丧失了所有亲人 孤身一人在外 想找一个安定之所 羞涩的小乔夫正好没对象 于是将他带回了家 小乔夫的母亲也对女子喜欢的不得了 自己家的猪终于会拱白菜了 于是在母亲的主持下 两个人结了婚 乔夫也在这甜蜜的日子里 渐渐忘记了那个夜晚的事 之后九年 两人陆陆续续生了三个儿女 妻子也温柔勤劳 变成了村民心目中的绝佳好媳妇 但只有一件事很奇怪 那就是妻子的容颜一直不变 永远都那么年轻漂亮 这天晚上 夫妻俩正在为家人做新衣服新鞋子 乔夫看着给孩子缝衣服的妻子 越看越觉得 妻子像之前的学女 这让他开始惊慌了 妻子则好奇地问他 盯着自己干嘛呀 乔夫回过神来 眼前的人明明是自己妻子嘛 于是他跟妻子说起了十年前的那件事 妻子在一旁听着 他的话一言不发 没想到 乔夫越说越起劲 说学女虽然漂亮 但很恐怖 是专门吸人惊奇的怪物 这下妻子彻底不动了 原来 妻子便是他口中的学女 乔夫违背了当晚的承诺 按照约定 学女要将她杀掉 但学女看着熟睡的几个孩子 她十分不忍心 学女将做好的衣服 放在儿女身边 交代乔夫要好好照顾他们的孩子 随后便穿门而出 乔夫追出去时 只看到一个远去的背影 乔夫回到屋里 看到自己为妻子做的那双鞋 她伤心欲绝地将鞋子放到门口 那双鞋随着风雪逐渐消失 电影中的学女化为凡人 试图解救乔夫 让她忘却过去的可怕经历 但当乔夫忘记那天晚上 对她的承诺时 她又深感背叛 愤然离去 所以说 人们总是在自相矛盾 乔夫也因为丢失了信义 而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所以要做一个守信的人 好了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